动物交配六亲不认 流浪熊狮长大后 若是遇到自己的母亲怎么办 近亲繁殖对于哺乳动物 可以说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 人类也是在很多年后才懂得了这个道理 但是对于动物来说 它们没有道德约束 交配的时候更是六亲不认 尤其是像狮子之类的动物 它们往往会在成年之前离开种群 那么多年以后 当它们遇到自己的亲属 是否还能够认出来呢 作为猫科终极少数的群居动物 大部分狮子都会以家庭为单位 共同居住在一起 在狮子的社会中 往往是雄性处于领导地位 但狮王这个头衔并不是实习致 而是采用竞争上岛的方式 有能力的人才能够拥有 统领全局的资格 可是一旦有新的狮王上任 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 将种群中的雄性幼崽赶走或杀死 避免它们长大后给自己带来威胁 而雌性则会因为没有竞争力 而留在原本的种群中 被赶出种群的雄是不能够坐以待避 有不少雄性缺乏自保能力 不久后就丧失了性命 侥幸活下来的流浪雄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只能暂时与其他流浪雄是组成一个小团体 等到实力强大后 再去不同的狮群挑战狮王 在这个过程中 又会有一部分雄是丧命 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成功翻身做狮王 所以大部分雄是被赶出原来的种群后 都无法成功存活 回到自己出生的种群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雄是在离开自己母亲的时候 往往就是最后一次与他见面了 如果流浪雄狮恰好当上了自己出生种群的狮王 他们会不管不顾地与自己的母亲交配吗 尽管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是依旧是有可能的 有研究人员专门针对这一问题 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查 从中得到了准确的结论 虽然动物之间都没有很强的记忆力 但是他们通常都会利用气味 来划分自己的领地以及做出记号 因此大部分的动物嗅觉都十分灵敏 虽然雄狮被赶出狮群的时候年纪很小 但是当时他们已经可以利用气味来确认母亲的身份了 这种气味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消失 所以当流浪雄狮与母亲再次相遇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迅速地确认对方的身份 可是动物之间并没有伦理刚常来约束 他们会因此而放弃与母亲进行交配吗 事实上 缺乏道德约束的狮子并不会因为是自己的母亲就放弃交配 这是处于他们本能的选择 但是能够回到原来种群的狮子数量并不多 即使真的有近亲繁殖的产物 幼崽大多情况下也会以畸形的状态存在 这样的情况并不能让他们长久地在自然界生存下去 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自然所淘汰 这样一来 狮子种群的基因会一直保持在同一个高度 所以这样的行为并不会给他们的生存带来麻烦 并且以狮王更新的速度来看 这种生殖策略还会逐步提高狮子幼崽的能力 将种群发扬光大 雄狮被赶走后 此狮依旧会留在原来的种群中 难道他们不会和自己的父亲进行交配吗 相信有很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雄性狮子被赶走了 雌性却会一直留在原来的种群中 那么等他们性成熟后 该如何避免和自己的父亲进行交配呢 按照狮群中狮王的更新速度来看 雌性幼崽在成年之前 他们的父亲很可能就会被其他狮子挑战 从而失去狮王的身份 好一点地被赶出狮群 严重狮则会因此失去生命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 雌狮与自己父亲交配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果在雌性性成熟时 他们的父亲依旧是狮群中的狮王 又该怎么办呢 其实有专家研究过这个问题 他们发现如果雌尸在性成熟的时候 依旧与父亲处于同一个种群中 那么他们就会推斥自己的性成熟时间 用这种方法来避免近亲繁殖 其实自然界大部分动物 都会为了避免近亲繁殖而做出一些改变 以狼为例 他们属于一夫一妻的交配制度 虽然同属于群居动物 但是他们却不会将幼崽赶出种群 这是因为在一个狼群中拥有交配权利的只有两只头狼 这不仅是为了防止近亲交配 还能够让减少种群中的争斗 提高幼崽的成活率 所以虽然大部分动物都不懂得伦理刚长 但是他们却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来防止近亲交配 这样才能一定程度上将种群延续下去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击 yeah 点击